Hello 大家好 我是八九 最近我聽到一個很荒謬的話題 習近平從烏茲別客回國之後 遭到的軟禁 笑死我啊 身為一個反賊 我都覺得蠻荒唐的 我知道很多在海外的中國人 甚至肉身在國內的中國人 蠻多都是巴不得習近平趕快下台 但是身為一個台灣人 我真心希望他無限期連任 因為畢竟我們立場不同 國際不同 理想跟立場每個人都有 但是要基於客觀事實上 要合理的判斷與猜測 這種習近平遭軟禁的消息 確實發生的概率是非常小之又小的 習近平被軟禁登上了推特的熱搜 很多人給出的理由是什麼 習近平在中亞與俄國開完上海峰會之後 就立刻回國 也不參加各國領導的聚會 那張照片缺少了 唯獨就是習近平 這證明了什麼 北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處理 那為什麼習近平他會出國去參加這個中亞高峰會 當然一方面也是俄國的外交部自己先放話 俄國的大使館自己先放話 習近平會來 習近平會來 但其實我覺得習近平早就知道他也必須得去 那他去之前是不是要把國內的事情安動 他才出去 而有一位叫做新高地關推的人 在推特上就說什麼 9月14日在習近平出訪中亞當天的下午 胡錦濤跟溫家寶就成功說服中國前任常委宋平 並在當晚控制了中央警衛局 單線通知的江貞和在北京的中央委員 以及原來的常委們 以舉手表決的方式罷黜了習近平的軍權 當習近平知道之後啊 9月16號晚間搭機返回北京的時候 在機場就被控制住了 現在被軟禁在中南海的家中 而他也表示事實上北京現在已經軍管了 野戰部隊都到這個北京了 什麼公安無局都不管用了 禁衛軍也不管用了 我是覺得蠻荒謬的啦 因為那些人他也貼出了 你看有一些軍隊在往北京啊 你知不知道過幾天是10月1號 10月1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軍 有部隊調動不是很正常嗎 再講了就算不是正逢中華人民共和國 10月1號的國慶 我自己在台灣尤其在花蕾 我每天都可以看到戰鬥機飛來飛去 有時候也可以看到有些部隊 那個坦克車或是軍車 他們在部隊移調或是在行軍 這不是都是屬於正常現象嗎 然後你們都把這種正常現象拿來說 喔那個誰又要被槍殺 誰又要被鬥爭呢 我真的覺得不要再這樣陰謀論了啦 而他還表示啊 之後將會有一場大審判 500個紅色家族在劫難逃 不知道他們裡面聰明的人如何自處 然後他還說什麼 連國台辦對蔡英文的稱呼都變了 下跪磕頭 自三耳光 但積怨那麼深難和解 我不知道你們怎麼幻想幻想成這樣子啊 中央黨校趁機拋出了林彪事件調查報告 軍隊大規模的進軍苟位 國內國際線啊 6000多個航班進飛 禁止進入這個北京的高鐵禁運 中共赴廳級以上的官員啊 禁止出行 並且說到什麼軍委開會 習近平缺席只能證明一件事 那就是中南海發生了重大的政變 也說明了 習近平強制連任已經遭到黨內的強烈抵抗 習近平的末日已來臨了 預計2022年10月9號 在北京召開的19屆七中全會將公布真相 而目前無法證實消息 我覺得我這樣聽起來 這條比較像是美國登月是假的 在自己攝影棚拍的 然後這些中國的一些東西啊 影片流出來都是美國好萊塢 在抹黑 都是漫威特效 但事實上啊 中國面臨重大會議 或是國慶本來就會有大動作 再加上現在中國堅持走特色管理政策 如果習近平的權力一旦有被觸動到 你就可以看到中國的特色管理 會跟以往有非常大的不同 但我從這些跡象沒有看到 總統的行程都是在網路上可以公開找到的嘛 總統府自己會發表 總統今天要去哪裡的行程 上網都找得到 而中國並非是民主國家 而習近平本來就是 有一段時間會出面 有一段時間會不露面 跟中國傳統皇帝就那個樣嘛 之前也是嘛 3、4月的時候也在傳出什麼 啊李克強奪權成功了 結果事實到現在就沒有嘛 這種機會是非常小啦 就跟那個 你得到這個0天天病毒一樣 0.1%的死亡機率啦 可能有人覺得習近平真的在經歷一場高屏林之變 什麼是高屏林之變啊 就是商國時代的魏國 曹爽認為他已經控制了魏國的政局 便帶皇帝曹方去高屏林祭祖 紀念誰 曹操、曹批那些人啦 曹爽前腳一走 司馬懿立刻發動了政變 當然司馬懿那個時候在裝孫子嘛 說頭烏龜 但他其實私底下都已經安排得妥妥當當 控制首都與皇后 有人就把習近平比喻成曹爽 而國內那些反習士裏他們就認為是司馬懿那一派 當然啦 我看反賊支持聲量最大的這一個人就是李克強 我們試想一點 你們從3、4月就開始在傳 李上、席下 這個詞已經講了大半年之多了 習中央是不會知道嗎 那請問李克強要怎麼解釋 假使他沒有啦 是不是只能給出承諾 我就做到這屆 然後這個謝甲歸鄉儀表中心 當然啦 假使真的發生了習近平回國之後被軟禁在北京 那你要知道 習近平是軍委 黨政軍一把抓 中共史上能發動政變的也只有軍委 那誰當過軍委呢 毛澤東、鄧小平 只有他們會發動什麼文革啊 然後8964什麼政變 其他人沒有軍權的 絕對沒有資格 也沒有權利 而且也不太可能全部的將領都叛變 叛變的可能就是那幾個 那那幾個在這個習近平為中心的那幾個將領之外 那幾個應該是少之又少 而如果真的發生這種事情的話 美國長就出來報導了 那麼大的刀子還不撿起來用嗎 而9月25號新華社發布了 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 堅強領導下 黨的20大代表選舉工作已經順利完成了 選舉產生出了2296名出席的黨20大代表 所以這些大部分都是以習家軍為首的黨代表 而這些黨的代表會繼續投票 讓習近平連任 反正就是左手交給右手都是自己的人 連以前是中華民國台灣國籍的盧立安 這位女性啊 她也再度連任了中共的黨代表 她在1997年去上海擔任教授教書之後 2017年啊 不知道為什麼就擔任了中共黨代表 而她也是台灣代表 當然啦她當選之後啊 就遭到了中華民國台灣政府啊 開除國籍 所以那些舔共的台灣人 你們要努力一點 你們要努力當上官 努力娶那邊的老婆 或是嫁給那邊的男性 然後你要去申請加入他們的國籍 領紅色本分的護照 這樣我們就可以開除你了 因為我們民主自由嘛 我們不能隨便開除你 而中共中央最近的黨內鬥爭也浮出水面了 許多政法高官 包括前中國公安副部長 司法部長 還有這個江蘇省政法委書記 等人啊都被判處了這個還死刑 還有像比較小的什麼 上海公安局局長啊 重慶公安局局長啊 山西公安局廳長啊 都分別被判處了十幾年不等的牢獄之災 那這些人後面所代表的勢力啊 也有所不同 總而言之就是非習派的 而這些舉措 也都是做給其他黨內還想搞小動作 想搞我習近平的人看 殺雞儆猴啊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這個新聞媒體 還有任何的版面啊 甚至特事管理 習近平還是穩穩妥妥的 把中共的這個政治朝他想要的樣子去走 我知道你們當然是很希望這個習近平可以下台 因為畢竟你們希望中華人民共和國 可以變成一個正常的國家 但我覺得現在事實就是 習近平三連任的機會啊 已經有九成的把握了 當然不排除非常小的那幾%政變 那後續如何 我們就接著看下去吧 應該國慶之後 就會有一個更明朗的政局了 而且10月1號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慶也快到了 你說習近平現在被軟禁 那請問一下10月1號誰出席這個國慶的主持 10月1號就可以見真章了 影片的最後啊 再分享一個題外話 前兩集我們都分享俄羅斯的真兵的問題對不對 今天又有一個爆笑祖國的事情啊 今天一名俄羅斯男子啊 在這個俄羅斯的真兵處 開槍殺死了這個真兵的指揮官 那這個指揮官就是強迫他們去當兵 強迫他們去前線 燒殺掳掠烏烏克蘭人的指揮官啊 有時候道德很難去評斷 他這樣槍殺別人是對的還是錯的 那說不定這個指揮官也只是聽命行事 如果叛變然後被普丁處理 總體來說客觀來說 我覺得啊 這樣的行為是好的 是值得鼓勵的 因為畢竟他強迫你去送死 而且他自己不用去送死 然後你要去背負這個戰爭的罪名 任何反戰的人都是值得尊敬的啊 那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想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SPA的消息見到 掰